明天我們先... 祥 Dios tuve y tuve 栽完第一點 我們現在被群蜂包圍的 牠在我手上 牠在我手上 我捏到牠的啦 牠就咬我 你現在還要拿什麼 拿這一隻用蟲 你該不會叫我吃吧 對啊 來吧 我覺得你好適合做外景節目 而且你是主意就導演組跟企劃組 平平的 友善農法是兩個雞 包括你的蔬菜也都是友善農法 我們看的是兩種生物 一種魚 另外一種 對 蚯蚓 這個就是蚯蚓塔 什麼叫蚯蚓塔 來 放蚯蚓 蚯蚓的地方 在下面 多噁心 你知道嗎 如果我就是這麼噁心 有密集口署真的 對 台灣的農業技術在世界上 雖然已經是首屈一指 而現在聽說 正有一群年輕人回鄉 準備接替了家裡務農的精神 他們是延續著上一代的使命 還是要背負著技術的改革呢 就有這樣的一群人 讓我們一起來去看看 這次我們要造訪高雄 因為這裡有一群各自帶著專長與歷練 返鄉投入農業的年輕人們 他們讓農業跳脫出以往的思維 讓務農更有趣 現在是大樹玉荷包開花的季節 就先往果園前進吧 這個味道是什麼味道 這個味道就是蜜蜂喜歡的味道 蜂採蜜 採完蜜以後 他剛好又幫忙了授粉 他就這邊站一下 那邊站一下 這邊站一下 那邊站一下 他們又互相的幫忙 蜂得到了蜂蜜 花被授粉了 所以花長大了 蜜也多了 這就是蜂蜜 蜂 跟我們生活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今天來去看看 高雄大樹 是台灣玉荷包的重要產區 每年一到三月 都是玉荷包開花的季節 玉荷包荔枝結果好不好 都要仰賴蜜蜂授粉 因此這個季節 也是蜂農們最忙碌的時候 為的就是要採收最新鮮的蜂蜜 現在就先去找小許跟他的蜜蜂們 原來蜂蜜 這個概念是由採蜂人開始的 你聽 有沒有 好像全部的蜂全部都在你身邊 然後現在動作也不敢太大 又怕被他叮到 他們現在就採花蜜 然後採一採一採要回去了 你看他這樣 他在採蜜 你看 而且他很專心的在採蜜 他完全沒有覺得 我對他有任何的影響 他在這裡 有沒有 我從這邊過去嗎 這邊 好 好多喔 嗨 我們現在在做什麼 在採蜜嗎 好多喔 蜜蜂對聲音有影響嗎 都不會 他是對氣味比較敏感 比如說什麼氣味 比如說喝保麗糖 小許在六年之前還在台北工作 因為父母年紀漸長 而蜂農的生活 除了像游牧民族一樣 那種追著花袍 還有搬運蜂香等出眾的工作 小許在種種的考量下 決定回到高雄街下養蜂彩蜜的工作 分擔部門的辛勞 雖然這行還是新手上路 但每天對蜜蜂的觀察 和細心的了解 他可一點都不馬虎喔 在這個園區裡面 這邊都是種玉盒包 對 大面積 大面積 整個外面也是 你這樣手去摸它都不怕 為什麼你還要帶網罩 因為我等一下甩下去的時候 風就會一直往上跑 是喔 所以我還是要保護一下自己 我們現在被群蜂包圍著 等一下 會不會怎樣 沒有 你要抓牠的腳 你蜂王你這樣抓牠 因為這一隻我們有把它檢視過 所以沒有抓牠的腳 不知道牠身上爬不就好了 不行 牠會掉下去的話 這一箱就會沒有蜂王 牠們會發瘋 所以這一箱 這隻蜂王如果沒有放回去 這一箱就毀了 對 牠們會自己急躁網台 是喔 急躁網台的意思就是 我趕快產一隻蜂王出來 什麼叫網台 群蜂要出生的地方 牠會一直在往下做 牠還沒有蜂起來 對 然後牠會做成一個水滴形 但是你現在去碰牠這個網台 不會所有蜂會攻擊你嗎 不會 真的不會喔 不會 沒有 牠這一隻就是比別人大 然後裡面就是蜂王爐 你現在還要拿什麼 我拿這一隻幼蟲 你該不會要叫我吃吧 對啊 來吧 我覺得你好適合做外景節目 而且你是主魚 就導演組跟企劃組 甜甜的 可以先吃這個 沒有想像中的甜 對 它是一個淡淡的 它有甜 但是也有一種淡淡的好像 好像豆腐渣的那個概念 有沒有 豆腐的最上面那個 那種感覺 對 然後這上面有一些乳狀的東西 就是我們俗稱的蜂王乳 蜂王乳 對 你可以咬一咬 可是蜂王乳不是都很珍貴很珍貴嗎 對啊 就很少人會 很少啦 量很少 是啊 所以是這個 對 吃了會怎樣 會養人美容 立刻年輕十歲 看起來 滋滋滋滋滋 有沒有 Q彈 它有一個辣辣的 辣辣欣欣欣的 不要欣 沒有 它不是甜的 不是... 好妙喔 然後剛開始 但是我屁股在這邊 它會不會直接飛這樣 叮我屁股啊 也有可能喔 剛開始開的時候 對 這邊有一些蜜 等一下可以給你試試 我沒有離這麼... 那個煙... 那個煙真的耶 蜂蜜 人都受不了 那個很嗆 很辣耶 天啊 這個是可以吃的 這一塊就有蜜 真的喔 你就直接把它吃掉 像在吃口香糖這樣 我知道這... 這蜂椒的那個 在這裡面 這裡面有蜂蜜耶 好酷喔 好甜喔 清甜 放過蜜的風味就清了 對 清香啦 它不是那種蜜 對 它不膩 它不會讓你甜到覺得 很... 太甜了 它那個蜜香進去以後 你知道是甜 但是它會 讓你的心情變得很好 我幫你 你要弄這邊 你幫我弄這邊 對 這樣 這樣 稍微把它撬開一點 撬開一點 要不然它黏住 所以黏住啊 對... 我們等一下在拿的時候 就很難拿 就很黏住 然後... 我們就先拿 一滴的第四天 是第四天 對... 垂直往上 不要這樣一直撞 它們就開始凶 然後呢 然後... 我就先把它拿開 對 要給我一點空間 我開始做第一天 做這個就是 想像你的手有彈性這樣 對 然後把它往風向裡面 你越下面越好 它們才不會一直... 一直跑放 嗯... 就這樣 嗯... 那我這個也是嗎 是 來 放我... 好 下去一點 對 要蹲下去一點 這樣太少了 還是很多蜜蜂在上面 對... 好 你就可以放旁邊了 像我這樣 然後拿起你的第二片進去 拿我的第二片 跟剛剛操作模式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但是... 手腳要快 要不然蜜蜂會一直上來 好... 我捏到它了啦 會不會咬我啊 會 所以動作要快 你越快它越不會... 越不會兇 它在我手上... 對 你怎麼會想要回家裡做這個 就其實從小就對動物很有感情 對... 然後就覺得蜜蜂是一個非常的... 有趣的動物 真的喔 你要訓養牠 你要知道牠的心情 你居然用訓養兩個字 對我來說只有訓鷹訓狗 訓馬有用訓養 蜜蜂是可以訓養的 可以啦 所以牠懂你在做什麼 對 因為我會放古典樂給牠聽 真的嗎 真的 你真的假的啦 真的啦 你不是因為有機器來 你剛剛怎麼說要放古典樂 你平常就會放 平常我們在封場的時候 想說放了可以... 就是讓牠們暈暈的 陶冶牠們的性情 你是自己聽古典樂會暈吧 對... 結果發現牠們好像也沒有暈這樣 真的嗎 對 年輕人總會有許多 突發奇想的創意 但也因為如此才有機會 激發出不一樣的火花 你說是吧 得先把蜜蜂服飾好了 牠們才會更努力地去採蜜回來 你看這一隻 過老死的公蜂 牠腳上還有花蜜 花粉 這邊就是我們的內場 內場 要把蜂蜜甩出來對不對 甩出來 對 用哪一個 用這個嗎 VC蜜 所以你看這裡面都是蜜 對 好滿喔 都是花粉 水水的那就是蜜了 對 上面這個都是 好好好 我們放下去 然後來把蜜甩出來 原來蜜是靠甩的 然後... 看旁邊有沒有 在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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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好香喔 然後大概一個程度 我們要把它 剎車 踩剎車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還是有一些誘風 還沒有出來 對 對 甩太久還會腦震蕩 好香喔 心情變好好喔 但是我這樣聽起來 你們游牧民族 這蜂農 你們到哪裡去採 是因為說 譬如說龍眼蜜特別的珍貴 還是百花蜜特別的珍貴 是不是這樣的概念 對我來說 它只是花香 香氣不同 像我們喝茶一樣 是 對 所以我不會去分價錢 對 因為我們一樣 是很幸福去工作 蜜蜜一樣很辛苦去採 對 那你分價錢 就會覺得其實沒有什麼 真的喔 對 你真的滿不會賺錢的 因為真正會賺錢的商人 都會覺得 我告訴你 這隻龍眼蜜蜜 很厲害 來 加一 掉頭刷海鮮 對 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子 但沒有耶 所以你就還是很紮實地在做 蜜蜂該做 蜜蜂做的事情 讓果樹做 果樹該做的事情 蜂農 我們就做我們蜂農 該做的事情 對 對 很好 愛因斯坦說 蜜蜂如果從世界上消失 人類就活不過四年 因為萬物仰賴蜜蜂 老天造物必定有它的道理 相生相習才能永續 果農仰賴蜂農 幫助花朵授粉 蜂農仰賴著蜜蜂 取出甜美的蜂蜜 而我此時需要食物 來填飽我的肚子餓 煮火鍋 火鍋對我來說 它不是燉菜 它也不是在滷菜 就是我喜歡的是像這樣 青菜在水滾了以後 進去 然後把它燙熟 像這樣 這樣已經熟了 然後 然後 清脆度的感覺 如果說 一般的蜜蜜蜜 能夠把它吃出不一樣 這也滿厲害的 聽說它這家滿厲害的 你看 它用放牧師養的幸福蛋 然後安心蔬菜 開火鍋店現在就這麼費工喔 這樣的人其實應該好好來認識一下 真的 我們吃飽了以後 再來去找一個這麼費工的老闆 對 老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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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一次來到這邊 剛剛是... 我們這次應該怎麼講 先享受 然後再來做源頭 我們就吃完了所有的東西 然後我看到那上面有寫 友善農法釋養的雞 包括你的蔬菜也都是友善農法 所謂的友善農場 你用什麼樣的友善方式 我們靠的是兩種生物 兩種... 一種魚 魚菜共生 魚菜共生 這大家都知道 這大家都知道 還有另外一種就是蚯蚓 所以這裡 這裡面是什麼 我們在裡面養魚 魚 所以裡面有魚還有... 蚯蚓也有 真是層層關卡 對...一定要... 所以這邊... 哇... 對... 台灣第一店 Choy怎麼做 我們去看看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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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大哥家裡早期是在岐山 開養豬場 因此年輕時選擇了獸醫 畢業後從事牧場獸醫工作 十五年前因為住家旁 男子仙溪被規劃為水源水質保護區後 或使羅大哥只能拆掉豬舍 轉職開餐廳 為了食材安全又再轉型去當農夫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這個玉米種下去 是 你說你的田到哪邊 我的田就是在這一個圍牆裡面這樣子 為什麼你們家要分得這麼清楚 沒有 因為我們做冠型農法跟 它會使用高農藥 對 我們用的是友善農法 不能使用農藥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區隔 那你們家裡會不會因為這個 就是 坐下來都在討論這個事情 不會 大家講好就好了 講好就好了 對 就是我們的田 用我們的友善農法來管理 他們就用那個 他們習慣的方式 如果有改變它們真的很困難 你是 原來是學什麼 我是學薛母燒醫 大型獸醫師 養豬 大型動物獸醫師 是所有獸醫系的學生 最不想要去的 因為那個很辛苦 很辛苦 然後環境又湊 那你回來種了以後 第一次你怎麼跟他們提桌 你想要改變這樣的方向 主要是因為我們 自己本身有開餐廳 然後我們在想說 好啦 那我們就回來這邊種菜 所以我們要種的就是要用友善農法 主要是要降低食物的碳比層 土地上如果長期都使用 那個除草劑還有化學肥料 就是土壤裡面的那些有機體 都變得比較少 微生物還有一些蚊蟲 等蚯蚓這些的料 就會大大減少 大減少 對 你的土壤裡面養分被破壞 好像已經是不可逆了 你只有在有限的空間裡面 再去找更有限的健康土地 在有限的環境裡面 再去找更健康的栽種方式 這好像是不可逆的 但是這個就是值得大家好好想一下 我們用這樣子 養殖跟種植栽一起的一種方式 養殖栽種是什麼意思 我們上面是不是有養一些雞 它的排泄物經過堆肥的方式 我們就給它撒在這 我們要種植的玉米田裡面 對 有機子又回到我們的土壤 對 這樣子無形當中 我們就不用去使用到化學肥料 用那些來做機 羅大科務農後發現傳統的農夫 真的很辛苦 有時為了產量 不得不像農藥低頭 但他仍堅持著友善土地的概念 憑藉著自己對生物的了解 尋找出大自然界 自由的生態循環 讓他得以和長輩證明 不用農藥 也能有好的作物產出 你真的什麼都自己來 一定要的 你自己種菜 然後自己養雞 對 然後你的店裡就用你自己種 跟自己養的東西 是 然後你還自己自足 有貓 對 這個野貓 這裡的野貓 是他自己跑來的 因為我們飼料就會引來老鼠 偶爾也會看到一些蛇 會來吃我們的雞蛋 所以有貓來了以後 他食物連下沉的就都沒有了 對你雞原來的傷害也沒有了 也沒有了 但是一隻雞頂多給你幾顆雞蛋飼料就好 但是如果有野貓 也老鼠跟蛇 那你的雞飼料跟雞蛋會產量 會減少很多 會減少 他們一直在透過 沒有聽到 聽到 他們大概要東西吃 因為他知道你有東西吃的 對 這些是你火鍋店留下來廚餘 對 我們火鍋不要的這些老業 就是我們要打掉的一些不好的廚餘 把它當成清廚料 清廚料 這樣也滿好的 我發現你用的方式都是一種 很友善的循環 不管在鳥群類 雞隻 動物 跟你的蒙作物上面 你都是用這樣的方法 對 因為彼此是環環相扣的 這裡面 不然很多的維他命C 然後又給牠們吃 無形中也減少了一些飼料 你這麼一講 我好想煎一顆雞蛋來吃吃看 一定要 等一下來煎一個雞蛋來吃 剛剛在你們火鍋店吃那個雞蛋 我就 好吃 很Q彈 很Q彈 都是有在腳踩在地上的一些雞 有在運動 他也會自己洗澡 自己會洗澡 雞會自己洗澡 因為雞會長雞絲 然後雞就會養 我懂了 就在洗鯊魚 沒錯 沒錯 用鯊魚的方法 牠身上就不會有雞絲 沒錯 鯊魚 就當了鯊魚 那個就是在洗鯊魚 小哥你真的 對大自然的觀察能力 觀察 真的很棒 太陽把這些沙都 泥土都曬乾了 對 就不要不會潮濕 牠雞就會在這邊洗鯊 鯊魚 因為我們乳無收醫的 要了解動物行為學 也要了解動物的心理學 我們讓牠開心快樂 無形中 這裡就稱為健康雞 對不對 只要開心就會健康 快樂 任何物種都一樣 對 把土地固好了 所有的物種回來了 你不用再花很多的心力去想 我要怎麼樣幫牠授粉 我要怎麼樣創造出更好的作物 其實自然環境只要一好 就會有好的作物 對 這裡全部都是蛋雞 對 這裡全部都是蛋雞 只有這一隻公雞在裡面 就只有這一隻公雞 為什麼 他觀看裡面的意思是 因為雞 母雞下蛋 牠就是要有發情 對 有公雞 牠的提叫聲 那個發情技術 刺激 卵巢 分泌 卵子 對 有公雞的提叫聲 所以 鄭神 如果在家養一隻蛋雞 你想要牠下蛋的話 你就每天在那邊 然後還聽到 你就 一天就是這樣開始 這裡面 到底為什麼牠會有這麼多兩種顏色 到底為什麼 這品種不一樣 品種不同 對 這種我們早期讀書的時候 這叫來亨雞 來亨雞 對 牠生的是白蛋 白蛋 牠全身都是白色的雞 在那裡 對 來亨雞 牠紅色的雞 牠紅色的雞管 這是伊莎蛋雞 對 這是伊莎 伊莎的 對 伊莎牠就是棕色的雞 所以棕色的雞 你每天都要來剪嗎 對 每天都要剪雞管 你每天剪出來的雞蛋有幾顆 差不多300多顆 300多顆 對 如果說以300多顆來說 對你的店裡的需求量是夠的了嗎 是夠的 是夠的 還有三 還有三 一天到 其實火鍋店用不到這麼多雞蛋 對啊 我們一鍋就一個人一顆 還有我有兩家店 這真是民福其實的有機農場 就只是為了要給客人 無污染的雞蛋 而養了一窩的雞 大概也不多見了 羅大哥說 這是友善環境的耕作模式 再累也值得堅持下去 而且這不只用在雞舍跟農田 更包括他之前提到的魚菜共生 走 去瞧瞧 所以這裡 這裡我聽到的水聲 這裡面是什麼 我們在裡面養魚 魚 養魚來種菜 對 魚為什麼要種在網室裡面 這溫室 這一道叫做防疫門 防疫門 對 我們要先做好防疫 有兩扇門 我們進去第一關 就是 黑色的網子主要的目的 就是讓一些昆蟲 讓牠知道 這是黑暗的地方 他們就會停止活動 OK 進去的時候就兩個地方 所以裡面有魚還有 蚯蚓也有 也有 在裡面 是 來去看看 我這裡養魚需要用網室味 來覺得 一定要開喔 來 真是層層關卡 一定要 所以這邊 偶爾看 屋 在這 蠻多的 對 對 裡面都是養魚 蚯蚓 蚯蚓比牛肉還要滾 真的假的 真的 台灣第一點 很大喔 我怎麼感覺進來以後別有洞天啊 所以其實你在你的養殖不管是魚菜共生系團 魚菜共生系團 是 它還是離不開科技對不對 沒錯 應該說我覺得這種就是 從古至今的方法 它把古法加上現在的創新 然後加上它自己所對土地的認識 然後用了友善的農法 但是它在這樣一個小小空間裡面 它可以種出很多的菜 養魚種菜 最重要的是水質的變化 我們要隨時掌握 所以其實也就是用 在更久更久更久以前的 叫做友善農法 但是我們卻是用更新更新更新 現在的新的科技來做監測 這滿妙的 有一種就是以古以驚的感覺 對不對 我們又雖然用古農法 還是結合現代的科技 對 這手機拿起來就可以看到我們溫度 還有氧化還原的數字 水溫 及時的拿到訊息 懂了... 這樣子讓你更健康 不要不會造成一夕之間的 很難 很難 等一下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叫魚菜共生的管根 管根 對... 管根 用水管來種菜 我可以拿這個嗎 可以 可以直接拿它高一點 它這個等於是水根 水根西材 沒錯 魚幫菜菜幫你 對 那我們用就是讓魚的糞便 通過微生物消化之後 對 層層關卡到硝酸鹽 跟雅硝酸鹽的狀態 對 讓植物來吸收 對 魚最害怕的 還有雅硝酸鹽濃度過高 魚會死掉 對 透過植物把它吸收掉之後 吸收掉 它濃度下降了 再回到去 再回到去 魚齒讓魚生活 我們聽說有水生植物 它吸收營養以後 這個水裡面的營養不會那麼高 沒有那麼高 它就不會產生水質優氧化 沒錯 沒有水質優氧化的情況下 魚在裡面 它也很自在 對... 這一道好棒 但是... 但是我沒有看過 用這樣管根然後來做 然後你下面的水是什麼水 這裡就是養殖魚的水池 所以裡面都是魚 都是魚 對... 這是你特別挖出來的 一個養殖的渠道 對 這是我們的設計的概念就是 這裡跟那邊有兩條的河流 對 兩邊有湖泊 比較寬的魚池 對 利用類似像地球的一個原理 有河川 有大湖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對 來打造一個循環的一個模式 但是這個管跟水 你怎麼讓它這樣 我們還是 我們需要一顆馬達 對 把水湊到水塔上面 對 經過沈泉過濾 讓它用水位差的力量 讓它入到藍色的桶子裡面 藍色桶子 所以這個水 其實這些就是我們所謂的灌溉水源 這個灌溉水源可以讓它直接 通往這些管子 然後用這些管子 然後來種蔬菜 沒錯 這樣子我們就不用除草 不用澆水 不用施肥 好厲害 這些工作都省略下來 我覺得你是發明家 沒有 你應該是發明家 當初怎麼去想到 你會回來家裡 怎麼把它變成蔬菜工具 我們是先開店 建議食安風暴 然後也有莫拉特風 我們知道地球也有在保護 所以我們從未來面臨的 會越來越艷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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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艷 供艷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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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艷� 好的 但是能不能有一天 然後它會清楚很多 就是 常常有時候人會想一句話 就是這樣新鮮的空氣 吸一口 掃一口 為什麼 這是因為人耐排放的太多 如果說可以是人緣不絕 有這樣的 新鮮的空氣 這世界將會多麼地美好 對 對不對 大家都有守護地球 有一個概念 然後通過我們的消費 對 我們每消費藝人 就是在投資地球的化 對 這樣只是我們 就能把他一個很永續的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概念 就當你沒有辦法做的時候 所以你要把你的消費 化為成力量 對 如果說被支持像一些 我們很多人現在 年輕的青年少女 他們都願意回鄉 自己去創新的做法 自己去把這樣的 原來的 以往舊式的 栽種方式 養殖方式 做一些稍稍的調整 然後讓排碳量越來越低 然後讓氧氣越來越增加 其實這個是一個不錯的知識 對不對 如果你在家 如果你在家 對 鼓勵這樣子的種植方式 再繼續做這樣子 對 而不會說變成是像你爸爸 覺得說 這樣做 到底可以嗎 不然我來噴一些農藥 讓它漂亮的 好嗎 但這個可能就... 對啊 所以我們要做到 讓它刮目相看 對 不行 弄到 對 讓它跟它化學不掉 對 做到讓它刮目相看 你知道嗎 雖然在一開始的時候 長輩有很多的質疑跟反對 但羅大哥 然堅持著他的理念 希望由他開始 漸漸的也能影響 周遭的農夫一起改變 讓地球變得更健康 而翠綠健康的蔬菜 就是最好的任務 這邊是採用飲菜共生 什麼叫飲菜共生 養蚯蚓來算出菜 蚯蚓它是不是都是在 分解土壤裡面的有機質 化而變成它的營養成分 對 都吃那些有機質 那它吃完之後 它就會排便 它的糞便是地球上 最原始的有機的料 對 好 透過蚯蚓在土壤裡面 鑽洞 然後洞爬來爬去 它第一個可以鬆脫 讓我們的蔬菜成長得更好 這個就是蚯蚓塔 什麼叫蚯蚓塔 在下面 那水蒙啊 對 高峰的時候養到500盆 500盆耶 多噁心 你知道嗎 就是這麼噁心 有密集口氣 對 台灣第一點 對 這就是我們不要的老葉這一間 來 什麼 這些都可以丟到這個蚯蚓塔裡面 丟到這個塔裡面 為什麼要丟出去 不知道 我可以拿一下嗎 可以可以拿起來 拿起來 拿起來 好 要旋轉一下 因為它的根有長到裡面去 好 等一下 跟土壤 拿起來 好 這個 它蚯蚓就會透過這個洞 就下面 鑽進去 鑽進去裡面吃它的食物 蚯蚓塔就是放蚯蚓食物的地方 好聰明的 這是原來就有的嗎 沒有 這個是我的發明 你做的 對 好聰明的做法 對 所以它又可以把我們 在餐廳不要的這些廚餘 這些老葉不要的 又能變成它的營養分 好聰明的做法 而不是說 你讓它有一個 有一個就是 讓蚯蚓有一個地方可以去 是嗎 好 來 這是 你看 蚯蚓糞 對 但是這蚯蚓糞看起來怎麼 比較小顆 你是用哪一種蚯蚓 我們是用太平二號蚯蚓 什麼叫太平二號 紅蚯蚓 紅蚯蚓 像不像間諜的名字 對啊 太平二號 請問一下 你是太平二號蚯蚓嗎 來 來我叫它做飲菜共生吧 對 所以它在這裡面 所以這裡看得到嗎 這下面應該有 在這裡面應該會有 我看一下 有 我剛好看到 有沒有 有沒有 有 找到它了 對 在這 兩隻 你看 真的 有沒有很肥 夠肥 蚯蚓 其實你說 像這裡面 沒有人能夠看得到蚯蚓 就表示它真的沒有任何的農藥 沒錯 你知道下了任何一點點藥 蚯蚓是活不了的 沒錯 因為它就在土棋是最直接 有禮紅蚯蚓 對 太平洋幾號二號 二號 太平洋二號它是活不了的 你知道嗎 要消滅太平洋二號 只有一個方法你就是用藥 但是你用完藥之後 你也就沒有好的東西可以吃了 破壞圖 這下面 黑水蒙 對 這是黑水蒙 它有沒有穿個白襪 穿白襪的黑水蒙 穿白襪的黑水蒙 對 有看到嗎 有 黑水蒙 這裡面也有黑水蒙 黑水蒙也是指標性的 指標性昆蟲 沒錯 它其實滿環保的 它只吃露水 對不對 你好聰明耶 黑水蒙只吃露水 但是黑水蒙的幼蟲 看起來很像西洋阿湯 但其實不是 它就是會蠕動蠕動蠕動這樣 對 營養價值非常的高 營養價值 好 我之前養到最高峰的時候 養到500盆 500盆耶 對啊 500盆的黑水蒙有多噁心 你知道嗎 這 我就是這麼噁心 有密集恐懼症的 對... 但是它是非常高蛋白的 所以我們就會把這些昆蟲蛋白 轉換變成用昆蟲蛋白 動物蛋白轉換成昆蟲蛋白 對 這樣其實很棒耶 其實跟魚菜公生都一樣 就是養殖動物 然後變成植物養蛋 好 我們用現在的巧思 把它設計變成立體栽種 你看 高下 高下 對 還不用在那邊阿乾 很累很累很辛苦 對... 我們就可以穿得漂亮亮 到溫室裡面工作 悠哉悠哉很秋的一個農夫 對 瓜哥你說這個是... 在這裡我們是專門在 養蚯蚓的地方 這裡養蚯蚓 這一區我們是專門養殖蚯蚓 所以那裡面已經有蚯蚓 你還會再把這蚯蚓放進去嗎 沒有 我們這裡的蚯蚓沒有放到那裡面 我們這裡的蚯蚓就是提供我 另外一項發明 你又有發明了 什麼發明 對... 用飲菜動生的花盆 花盆 來種菜 自己種菜 這樣子自然的方法 消化它家裡面不要的果皮 咖啡渣也可以 有沒有在泡咖啡 有... 有沒有在泡茶 可以 這一些東西 還有吃不含的白米飯 不含油 不含鹽的 都可以拿來餵蚯蚓 然後放在我的花盆裡面 在這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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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面有蚯蚓 刮刮看 比較大的 有... 有... 蚯蚓馬上就跑掉 對... 它怕光 在這裡面 對... 其實滿多的 這裡面都是羊蚯蚓 對 它就... 可以運用這個蚯蚓 就這樣放進去 對... 需要蓋起來嗎 最好是蓋起來 蓋起來 如果沒有蓋其實也沒關係 過幾分它就會消化掉 懂... 一些果皮膚太累 好想把它蓋著 對... 然後蚯蚓它就會去把它消化掉 蚯蚓比牛肉還要貴 真的假的 真的 一公斤的蚯蚓 差不多要五六百塊 還是我們來養蚯蚓好了 台灣第一等蚯蚓 不錯吧 真的... 蚯蚓 不要小看蚯蚓 好,我們來去看一下 你說的你還有一個發明 太厲害了 在哪裡 好,在外面 我們來看一下 來 這是... 這是你的發明 對 這是羊蚯蚓 王大哥 你不說的話 我還真的覺得 它是一個裝置藝術 擺在路邊 你把水湯蚯蚯蚯蚯蚯蚯 是怎麼樣 我們在... 這一個館子 就是蚯蚓的廚房 對 吃飽之後就有力量 幫我們出來外面鬆土 然後在土壤 蚯蚓有一個習性就是 它都是在土壤表面便便 都在土壤上面 對 如果我下面沒有開動 它就只能在上面排便而已 所以它會到這邊來 到這邊來 每一個洞口 它就是蚯蚓的廁所 所以它就來施肥 沒錯 它從這個進去土壤裡面 進去裡面吃 吃飽又會鑽出來外面 幫你排便 幫你施肥 所以就類似像這樣的概念 沒錯 像這樣 這裡... 這個就是那個啊 地瓜葉 地瓜葉 有沒有看到 這有規律性的生鮮 就是蚯蚓肥 蚯蚓肥 這樣子它就可以 根部呼吸蚯蚓幫它鬆腹 然後它所需要的肥料 有蚯蚓 我們家裡面不要的果皮 咖啡渣 往裡丟 它就幫你消化掉 沒錯 你說這是第一代 這是第一代 第二代在哪裡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裝置 在貨物運送上 它非常沾空間 沾空間 對 所以我們把它合起來 真的喔 對 我們變成這樣子 這個 這也是一個採控身 這看起來就是花盆 但是如果沒有經過第一代 我看到這個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花器 但是經過那個以後 我現在就懂了 它這個中間一定有一個開孔 對 你加 然後這個打開來 裡面丟廚餘 這一些枯葉 還有果皮 對 那些都可以放到 這個中間這裡 然後蚯蚓就會來消化 全世界第一個 有蚯蚓餐廳的設計的花粉 所以你當初是怎麼想到這個 因為它希望蚯蚓來幫我們消耗廚物 對 我們去觀察蚯蚓它的一些習性 它大部分都在土壤表面 海邊 但是它生活方式 差不多在土壤0到30公分 對 對 所以我們的設計處 它出來外面便便到裡面廚館 不要超過30公分 OK 這樣子它就能鬆軌 就能使用 酷 科技農業絕對是未來的趨勢 人口越來越多 土地越來越少 這也一定是未來的趨勢 所以以科技農業來講 怎麼樣能夠在科技農業裡面 把它種得更健康 就好像我們現在人體也是啊 你每天都要打疫苗 你要吃維他命維生素 但科技農業它只是把大的東西 本來很多 一整片土地它都種了 但它就把它縮小成在 一棟大樓裡面我就可以種了 聽說你因為這個東西 還得了一個發明獎 對 在2019年的時候 參加馬來西亞ITES國際發明獎 我們拿到第三十屆的 環境能源類金牌獎 環境能源類金牌獎 你看這個是很厲害的 而且你這個概念 在你心裡萌芽到現在 做成出來得到發明獎 中間歷經多少時間 將近五十屆 獸醫還有繼續做嗎 獸醫沒有 沒做了 沒有 就是獸醫 對 這算是也沒有學以致用 沒有 也有學以致用 也是有養動物 養動物對不對 對 然後就把你學校所學的 然後用在你現在的 事業上面 是 然後還把這樣的知識跟資訊 介紹給身邊的朋友跟觀眾 好厲害 一般的農夫或商人 只希望顧客多多來光顧 我們的蔬菜 我們的店 但羅大哥的農場 卻賦予了另外的教育意義 因為他很清楚 只有教育傳承 才能把知識盒裡面 傳達得更久更遠 小小的農場 雖然面積不大 卻蘊含了許多珍貴的寶藏 走完一趟 心裡也十分飽足 羅大哥只笑說 心裡飽足 肚子也得填飽才行 這是豐盛的一餐 而且是屬於自給自足的一餐 沒錯 是完全自給自足 百分之百都是從農場這邊 生產出來的 對啦 當然在媽媽那一輩 你們也是屬於自給自足 對不對 但是現在就其實有一些 做法上有點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你還是覺得 還是支持 對啊 自己的小孩子 我在餐桌上問你 你也不可能說不支持 對不對 來行的 要吃就好了 我們先吃這個 來 媽媽先來 這邊有看 有 你先 通常都一定是長輩先來的 對 自己種 自己摘 自己吃 這也算是一個 距離最近的產地到餐桌了 就在旁邊 對不對 其實我常常在想 有一句話就是說 戲法人人會變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對於 友善無法的一套 魚菜工程機 是... 科技能也沒有辦法 然後也有黑水門 也有自己在家做堆肥 還有進口一些有機飼料 有機的黃豆 其實各種方法都有 對 用自己方法種出來的菜 然後在你們臉上 看到那種成就感跟愉悅感 那個還是 源源不絕一直一直在產生 這是一件真的很棒很棒的事實 是 好好吃喔 番茄蛋 甘甜甘甜 甘甜 這樣喝起來 這是用玉米番茄 玉米 對 這個是濃郁的 吃到自己栽種 還有自己兩個 都心裡面那種卡式感 是真的無法用臉語心 好舒服 好舒服 有涼拌的 對 要吃一個雞蛋 可以吃嗎 好啊 其實... 台灣第一點 這是這種雞蛋 來... 來... 不要說我真的不知道 這是溫泉蛋 溫泉蛋怎麼弄... 來...要這樣子 你稍微一敲破 然後把它打在這碗裡面 要加一些醬料 好,然後加一點蔥 加點蔥 喜歡吃蔥嗎 然後拌一拌 拌一拌 對 那蛋含很Q啊 很Q 很Q含 好 還有耶 還有 來... 來,這是溫泉蛋 溫泉蛋 溫泉蛋 羅阿哥問一下 我比較好奇的是 用這種友善農法的耕作 像你在家裡 擁有那一塊 這樣的 有沒有辛苦的地方 不農一定要靠天吃飯 所以說不辛苦是騙人的 所以在這個空間裡面 其實感覺好像 你看有流水生 有蔬菜 有新鮮的空氣 對 感覺上就好像是 一開始的地球的概念 我們與大自然共舞 就是希望生物多樣性 然後植物、生物 都可以彼此互相的結合在一起 對 補出美妙的一些藏件 好佩服你 真的好佩服 對 因為怎麼說呢 我們介紹這麼多種 有沒有一套是屬於 在你的環境裡面 你自己的空間裡 你可以操作的 比如說你有這麼大一片地方 你可以用一個網溫室 對 像網溫室又可以分很多種 很多種的工法跟栽種模式 你有很多種方法 但是有沒有一種 是屬於你自己的 而且這樣的方法 你不僅吃得很開心 而且那個成就感是別人 別人身上沒有 甚至你從這裡面得到的樂趣 跟你得到在大戰的了解 作物的 對 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大家可以想想看 有什麼是屬於你自己的 我覺得大家可以想想看 我介紹這麼多種 而且這樣的方式 其實對整個地球檢害 對你的健康 是有幫助的 喜歡嗎 記得按讚加訂閱 台灣第一的 開啟小鈴鐺喔